哈囉大家好我是屑屑喔 其實上次呢 我跟大家介紹完就是 日本最美女高中生之後 今天呢我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一樣是每一年度在日本都會舉辦的一個 日本最帥男高中生選拔的 第一名日本最帥男子到底是講怎麼樣 那一樣呢這次的選拔呢 是根據地區 先選出一位就是地區代表的候選 然後再從裡面選出一位 大家覺得最能夠代表全日本的帥哥男高中生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呢我先來介紹一下 北海道東北地區的代表 總共有兩位 第一位呢是高潮又禮 這一位北海道出生生日呢是 2000年的6月8號 好年輕 然後他今年是高山生 身高呢是170公分 然後他長的就是其實我覺得 有一種女精懸屍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但他的照片也是比較酷一點的風格 比較意境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都還蠻帥的 還蠻有個性的 那也會讓我覺得 他的私底下的生活照 好像比較偏韓風一點 其實現在日本呢也是比較流行 韓風 韓系男子 就是韓風的打扮 一樣也是會比較受年輕女性的歡迎 再來第二位就是這一位 將伊藤公迷 他是北海道出生 生日呢是2000年的5月24號 身高是176公分 那他算是私底下比較有在經營instagram 然後看一下他的照片 也是比較韓風耶 就是比較美男子的那種感覺 像這一張 還有像是這個 就是都是比較美男性 那接下來呢就讓我們來看一下關東代表 一樣是有兩位 第一位呢是這一位 將 星圓太幼 不知道大家怎麼樣 我覺得他是 裡面還蠻帥的一個 因為他的那個笑容 然後看起來是 有氣質的男生 就是比較怎麼講呢 比較不是那種壞他的酷酷的 那我比較喜歡就是感覺 孝順父母 溫如雅的男生 所以這樣子的男生我會覺得 欸好像還不錯 那他是奇遇界的出生 生日呢是2000年的10月7號 然後身高呢是174公分 那一樣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他自己下的照片 像這個 很陽光耶 然後還有像這個 這個就是跟 日本最美女高中生的一個合照 接下來下面一位一樣是 關東地區的代表 就是這一位 將 加藤永野 那這一位呢他是群馬的代表 生日呢是2000年的6月30號 然後呢一樣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那他的身高呢是166公分 他可能就比較屬於 某些日本女生可能會蠻喜歡的 那種比較潮濕男的感覺 那看他的 他社群媒體的追蹤人數呢 非常多人 有到5.6萬 就是也算是一個 小有名氣的網紅了這樣子 對我覺得他的眼睛也太美了吧 然後照片也有一種 就是很萌很夢幻的感覺 就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就是也是一個 非常美型的男生 那看到目前為止都是比較美型的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位中部代表的 將 佐藤三平 那他是星謝的代表 他的生日呢是2000年的7月27號 然後呢他的身高是174公分 一樣呢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也是美型男 那平常的照片就是有像這一種 或是像這個 對 就是也是比較美型耶 下面一位呢是關係地區的參賽者 一樣是有兩位代表 第一位呢是這一位 將 網代聖人 非常特別的一個名字 然後他是冰窟縣出身 他是目前為止參賽年齡最小的 就是高中二年級 他的身高是172公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私底下的一些生活照 就是非常日本男模特兒的感覺 頭髮比較偏長 然後眼睛 雙眼皮很漂亮 然後五官很深邃 他也是比較美型的耶 所以日本女生 日本人吃的口味 可能都是比較這一型的 下面一位呢是這一位 將 中原橫貴 那他是大阪出身 那他的生日呢是2000年的7月13 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那他的身高 是裡面目前為止最高的180公分 那我覺得他這種應該會更受女生懷 因為他身高又高 第二是他長得就是很美 但是又不失那種帥氣的感覺 他的照片就是雖然他是美型 但是不會有那種 怎麼講 太過可愛的感覺 但是他的部分的話我覺得是 會知道他是美型男 但是還是會有一種帥的感覺 好再來我們就來看下一位就是 中國四國的代表 好 將 豐田賢泰 那他是德島的出身 他生日呢是2000年的1月18 是高中年級的學生 身高是175公分 他私下的照片跟他參賽的這張照片 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看他接下的照片會覺得 嗯 完全是萌萌可愛似的 那 就參賽的照片這一張會覺得是 老實的 善良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位就是 九州沖繩代表 那九州沖繩代表就是這一位 將 永島龍之界 他是福岡出身 然後 生日呢是2001年的11月20號 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身高呢是171公分 哦 那他私下的照片呢 是比較不會讓我那麼shock 就是我覺得是 保有男生要有的那種帥氣的感覺 就是像這種 或是像 這種 但偶爾也會有很可愛的 像這種 那 最後一位呢就是 他們另外選出來的 最帥男高醫生 也就是這次參賽者裡面全部年紀最小的 我就是這一位 將 小宮鼻央 我覺得好夢幻的名字哦 那他呢是福岡出身 這年紀是2002年的11月19號 真的好年輕啊 然後是對高醫的學生 那他的身高呢是175公分 那這一位他私下的照片呢 我本來想說 因為他就是很結尼式的感覺嘛 身底下的照片不知道會不會更 就是夢幻一點 但是意外讓我滿驚訝 他是一下照片是像這樣子 還有這樣 就是反而沒有那種過度修圖的感覺 反而是自然 而且是好看是帥的 那想必大家看到現在呢 已經真的非常好奇 第一名到底是誰吧 那我們就趕快來公佈第一名吧 第一名就是 星圓太幼 對 那一樣有他就是得獎時候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媽媽 在我頑固的頑固 在那時 在靠近的照顧 在那時 在那時 在我支援 在那時 我 在那時 在那時 我一直都支援 在那時 把握 時 打著在家 我是一直在幫你 也是給他們一點的一些舞台 還有鼓勵 其實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當然他們被選為最帥男公 或是最沒女公 其實他們要承受的壓力 我相信也都很大 所以我覺得他們願意去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就是也去經過很多的訓練啊等等的 然後拖延而出成為這個日本最帥 日本最美的這種代表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有興趣的人呢也可以去持續追蹤他們啊 給他們一個支持跟鼓勵 你們覺得哪一位呢 是你們心目中覺得最帥的男高中生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啦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呢 不要忘記幫我這次影片按個讚 按訂閱按鈴鐺 才會再次影片訊息 那也可以把這次影片分享給你們的朋友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